拿着一盒刚刚出炉热腾腾的披萨上车 但眼前这位可不是外送员 而是消费者 现在我们必须要是我们自己的预送员 美国加州从明年4月开始 要将速食业员工时薪提高到20块美元 披萨哈开了第一枪 大砍1200多名外送职员 比的消费者要么得自取 不然就得透过外送平台下单 加州明年将调涨基本薪支到16元 素食业提高到20元 医疗业25元 因此为了降低成本 店家不是裁员就是涨价 加州的麦当劳和墨西哥料理 连锁素食店Chipotle通通涵涨 另外由于大麻在加州是合法的 从明年元旦开始 也有一项新法规上路 那就是规定企业雇主 如果员工在工作之余 吸食大麻不能处罚或歧视员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